大家好,这里是彭仔 今天是3月27日 为大家带来华强北真实的行情 首先看到这个是单卡的12 Pro 256 这个电池有90 也算是比较高的 红色接近95星吧 亮面的边框很容易粘指纹 看上去会比较脏 手中这个36张多都可以出 这个是上上代的旗舰 但是性能用个三几年都没问题的 再来看到是12 Pro Max 128GB的 这个内存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不够用 但是有些人又是足足的 关键电池效率还是不错 有90 它的续航比12 Pro会好很多 这个95星以上的拿货来到38张半 如果电池低一点点的38张也能拿 还是相当保值的一款 后面帮一个老铁找了13 Pro Max 256的 这个橙色有98星 别看它脏脏的 因为指纹比较多 这就是亮面的不锈钢边框热的货了 这个是港版的双卡机型 这种现在拿货还去到60张 红色差一点的低于60张也有 13 Pro Max这个机型可以说是 未来几年比较主流的配置 能上这个预算的打算用几年的 这个机型肯定是比较值得参考的 相同橙色美版机型大概545张 有好几天没拿14 Pro Max流手的卡铁机了 因为上一段时间有点小涨价 现在还没回落 全新改好卡的都要去到58张半了 所以之前早买的大伙都是早买早享受了 如今的卡铁机相对比较稳定了 但是它也不一定适合每个人 好了本期到这里 有想了解别的机型的可以在下方留言 点个关注咱们会一一回复大家 感谢观看